10月14日上午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应邀前往深圳 参加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当天下午在香港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 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参与深圳规划建设的梁振英 不禁回忆其当年到深圳办座谈会的场景 我那个时候到深圳去办座谈会讲课 排队过关的时候 前面后面经常就是香港那些小工厂的小老板 往往是两夫妇 两夫妇他们递了这些香港的原材料 或者是半成品 到深圳去加工 现在这些朋友我相信都已经变成香港的大老板了 所以这从他们的经历来说 也很能够说明 从40年前开始香港的参与 不仅是资金 不仅是生产技术 我看也有不少的管理技术 梁振英笑着说 这些人成功的背后 也印证了改革开放 带给深圳40年的崛起 作为见证者 梁振英更熟悉香港与深圳只干相识的数十年历程 他赞叹深圳是奇迹之城 也为自己曾经参与而感到自豪 7、8、7、9年开始在深圳开始帮忙 主要是做城市规划 然后跟当地干部谈土地利用 土地规划那方面的工作 应该说我参加了 这个深圳做一个经济特区 第一个城市规划的工作 发展到今天 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甚至是一个奇迹 尤其是我这个搞城市建设 土地规划的人来说 应该对这个问题 有些专业上的一些了解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城市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发展得这么大 这么好 所以我能够尤其是早年 参加了一点点工作 现在回头看 其实作为中国人 一份子感到很自豪 提及当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梁振英对主席 为深圳发展建设提出的 六个方面要求非常重视 习主席这个讲话 他对深圳的未来发展 他提了六个方面的要求 这六方面的要求 对我这个深圳在香港老朋友来说 我都非常关心非常重视 但是对六个方面 我是尤其重视 有些关心的 这里面提到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重大历史机遇 习近平指出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重大历史机遇 推动3D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 机制对接 加快粤港澳大湾区 城际铁路建设 促进人员 货物等各类要素 高效便捷流通 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梁振英认为 规则衔接 正是目前粤港澳3D协同发展 出现困难的政界所在 也是如今大湾区内 专业人才融合 需要解决的改革难题 比如我们这边 做金融 做专业服务 有一套规则 深圳有另外一套规则 但是要衔接 并不是说 深圳完全用香港那一套 或者香港用深圳那一套 但是两套呢 要是不一样的话 要衔接 那么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规则衔接 其实它就高度概括了 两地经常要交往的 不管是金融界 或者专业界人士 他们今天来说 要碰到一些问题 梁振英不同意 那些深港两地 此消彼长的论调 他指出 随着深圳未来路线图的日益清晰 香港接下来的定位 也非常明确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 跟深圳比 跟世界上其他经济体比 香港目前还是有相当大的 在可见未来 也很有相当大的优势 我们国家幅员广大 有14亿人口 有个非常大的国内的市场 所以我们国家需要的 不仅是一个深圳 不仅是需要一个香港 其实香港和深圳 都可以同时共同发展好 梁振英指出 香港和深圳 是世界上少有的 两个如此大规模 却产业结构不同的 毗邻城市 市场的力量 正推动着两个经济体 进一步的融合 香港金融服务业 与深圳高新制造业 合作产生的协同效应 将不容小觑 就深圳和香港来说 两地的经济产业结构 不一样 香港和深圳加起来 强强联手 在某些方面 我们可以开始 跟新加坡 硅谷这些经济体 较量一下 展望深港合作的下一个40年 梁振英最关心的 还是两地青年的教育 及发展问题 这与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 有关香港青年的内容 不谋而合 习近平指出 要充分运用 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 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 来内地学习 就业 生活 促进粤港澳青少年 广泛交往 全面交流 深度交融 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 我经常 最近经常给 今年的毕业生 讲我说 你们在香港长大 你们知道 香港是一块 很香甜的巧克力 巧克力的味道 我们都知道 很好 但是你要是能够走进一个糖果店 你知道 很符合你要求的 其他的糖果 颜色 味道 口感 比巧克力多很多 进去糖果店看一下 这些糖果店 一些非巧克力的糖果 就在深圳河以备 去走走看看 川普利亚的糖果 一点也许 有一点 可以